第31课 登门谈笑影 课文 登门谈笑影 一个朋友在报社当编辑 一天他去请假 他先问领导 您今天心情好吗? 领导说 怎么了? 朋友答 朋友答 嗯 如果您心情好 我就说一件事 心情不好 就改天再说 领导有兴趣 假就这样轻易地请好了 不得不说 这位朋友很会利用登门坎笑影 来处理问题 心理学家曾做过 登门坎技术的现场实验 他们派人到两个社区 劝人们趁人们在屋前立一块 小心驾驶的原型标志 在第一个社区 研究人员直接向人们提出要求 结果很多人表示拒绝 接受率仅为17% 在第二个社区 研究人员把同样的事情分成两个步骤 先向大家出示一份赞成安全驾驶的请愿书 请求他们在上面签字 几周后再提出立牌要求 这次接受者竟然达到了55% 第一个步骤的签字是很容易的 几乎所有人都照做了 大家可能都没意识到 这个小小的登门坎行为 对接下来的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 当你想要求某人做某件较大的事情 又担心对方不愿意做时 可以先向他提出做一件同类型的比较容易的事 比如你想与一个女孩谈恋爱 如果一开始就迫切地提出要跟他约会 女孩可能会有意甚至表现得很冷淡 如果你说饭总是要吃的吧 一起吃饭吧 他答应了 那接下来是去看电影还是泡酒吧 都无所谓了 你想让同事帮你值班或写报告什么的 直接说八成会被拒绝 把事情模糊化 能不能帮了小忙 不会占有你很多时间 你可能会说这些小动作会让人觉得你很狡猾 但是不得不承认 有了这些小动作的帮助 别人的确更愿意接受你的请求 有时候当你自认为了不起时 别人通常觉得你这人不过如此 可是当你放低声段时 会缩短与别人并不会看不起你 反而会觉得你为人谦虚 实践证明第二种人得到的总是比第一种人更多 啊 读得 觉得读得挺不错 第三十一课 登门槛效应 课文 登门槛效应 一个朋友在报社当编辑 一天他去请假 他先问领导 第一课 孩子给我们的启示 课文 孩子给我们的启示 林丽和天天是同学 天天的父母要出差 想请我们帮忙照看几天女儿 我和老公爽快地答应下来 有个孩子和我们的独生女张心相处 我们巴不得呢 我们巴不得呢 最兴奋的是林丽 嚷着要用爸爸最拿手的美味佳肴 欢迎天天来我家 还提出 他的书桌可以和天天共用 看到女儿对伙伴热情无私 我和老公别提多高兴了 天天还没来 林丽就变得异常勤劳 将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 什么好事都想着天天 我家林丽虽是女孩 却也身世风度十足 天天的到来 使我和老公的日子过得异常省心 两个孩子每天早上不用叫就行了 上学不用接送 做作业不用督促 他们不打架都闹变了 关系别提多融洽了 看到女儿和天天这么亲密 大有忽略我们的趋势 我和老公都有点嫉妒了 这天晚上 两个孩子做完作业 开始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 一个说 我不喜欢王多多 他就喜欢跟穿得漂亮的同学一起玩 还老嘲笑别人 另一个说 我讨厌高春来 他最会讨好老师了 我和老公对视一眼 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学会了背后议论人 我郑重地走到他们云前 严肃地说 看到别人有缺点 应该当面说 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不好 老公也在旁边复合 大伙儿要和睦相处 对人要宽容 女儿却是一脸的疑惑 反问道 你们不是也有时候说 哪个朋友好相处 哪个朋友很自私吗 瞬间 我和老公被问的 说不出话来 屋子里压去无声 人们常说 启蒙老师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这话确实不假 可如果这次不是女儿反驳 我还意识不到 我们自己的做法 和对孩子的要求实行的是两套标准 那便是对自己宽容 对孩子严厉 孩子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啊 说真的 这次是孩子给我上了一课 我深深地感到 想当好父母 首先要约束好自己的言行 OK可以了 OK可以了